上帝的话语 亲自做出的坚如磐石 毫不含糊的承诺 因为神是信实的 所以接受神圣应许的人 可以完全确信 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 《弥书记》23章19节说 神非人必不知说谎 也非人字必不知后悔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当你在阅读这些 关于上帝应许的圣经经文时 请在你的生活中认领应用它们 下面的五个例子 让我们对上帝的应许 感到歇安并从中获得力量 第一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在《创世纪》18章中 我们读到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无条件的 这是不依赖于亚伯拉罕的信实 而是依靠上帝忠实的应许 尽管萨拉已经年过90岁 无法再生育 但经文告诉我们 《创世纪》18章10节 三人中有一位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必要回到你这里 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 也听见了这话 萨拉可能持怀疑态度 但亚伯拉罕相信上帝 上帝通过一个反问句 提醒亚伯拉罕和萨拉 已显示上帝的全能 他说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对于上帝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是太大或太小的 因为在上帝面前 没有任何事情是难成的 第二 上帝坚定的爱的应许 亚萨写下了上帝坚定不移的爱 这种爱永远存在 而且是永无止境的爱 值得敬兴的是 这爱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表现 否则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得救 以福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这完全是因为 上帝坚定的应许 要爱我们到底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亚萨法文 诗篇七十七篇八节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 他的应许诗是废弃吗 当然 上帝的爱永恒长存 否则 他就不会在他的话语中 一再应许了 圣经充满了上帝坚不可摧的应许 而且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阻止他的应许实现 第三 耶稣给了我们关于宝慧师的应许 在耶稣升天之前 他应许会赐给门徒 一位宝慧师或圣灵 并且他履行了这个应许 因为上帝会履行他所应许的 事实上 直到宝慧师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真理 也就是圣经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基督 和我们对他的迫切需求 耶稣基督要求父亲 而父亲总是听从子女的请求 所以我们的主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如果你相信基督 宝慧师或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他会帮助你遵守上帝的话语 他没有撇下我们 他应许了宝慧师 我们拥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宝慧师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这是耶稣所应许的 第四 我们有永生的应许 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道时 提醒他们 永生的应许 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说 因为这应许 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 神所召来的 这非常美好 因为我们渴望看到 我们的子女和孙子女 在神的国度里 这并不保证 信徒的所有子女和孙子女 都会得救 但应许是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如果你是一个信徒 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如果他们悔改相信 上帝就应许赐给他们圣灵 这个应许不仅仅是给你一个人 而是给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如果我们相信福音 这必然意味着我们有圣灵 因为圣灵启示基督的事物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没有圣灵 我们甚至无法知道我们是罪人 第五 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得以实现 使徒保罗在鼓励哥林多教会时 谈到了上帝确定无疑的应许 这些应许在基督里得到了应验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世节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教神因我们得荣耀 只有借着他 因为没有其他途径通往父神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 若不是差我来的复习一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有信靠基督的人 终将有一天听到这宝贵的事的 因为我们的主和救主会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难道不渴望从你的主和救主那里 听到这些话吗 你难道不希望接受耶稣安慰的话语吗 我想我们都渴望有一天能听到那些话 也许比任何事情都更渴望 现在我们学习了上帝的五节经文 带来的应许 耶稣为我们献上生命 使我们能蒙福的永生 历史上最伟大的祝福 来自历史上最伟大的神人 那就是耶稣基督 通过他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仍然祝福着万民 他正带领许多儿女 相信耶稣基督 人生最大的不顺服行为 就是不相信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没有任何其他祝福 能与认识他 并拥有在天上被记载的名字相比 如果你还没有对你的罪悔改 并相信耶稣基督 那么你将会在耶稣显现 面对上帝的愤怒 或者在死后 以先道者为准 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至十五节说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策 死了的人 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策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且有审判 我在此恳请你 让今天成为你得救的时刻 今天就是机会 明天也许不会来临 在地狱里没有悔改的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